最近感染者群越来越多了 先加两个防御塔 增强一下防御 晚上大家都要往回撤的时候 路上偶遇一对感染者 好家伙 有一个α呀 我这就有点慌了 这家伙把我一辆车给打坏了 耐久不到一半了 这里面的设定就是 车如果坏的比较严重 行驶速度会降低 我真怕跑不过这群感染者 还好我开的是皮卡 就算车辆受损 速度也稍微比他们速度快了一丢丢 好不容易躲过了 不过这一群感染者 明显就是冲着我营地来的 哎天亮了 他们竟然没过来 虚惊一场 我还守了一晚上 一早我把队伍派出去搜刮物资 后来来了一群 啊不对 是两队 人还不少 都要加入我的营地 好家伙 我现在食物有点不够啊 不要好像又不太好 我确实缺人来着 那先收着吧 要是真的食物不够了再说 好家伙 又来一队 我都125人了 收了吧 哎呦 大楼终于拆完了 但是我发现我是算了 本来以为拆到大楼 就可以直接造迷宫围墙了 结果发现 我天真了 这片区域还有不少瓦力需要清理 这烦死人了 就这游戏的AI智商 我估计收拾这一堆瓦力得五六天 来 先把外围的围墙建造一下 灯里面空了 再来做迷宫 白天我又派小队出去收刮物资了 本来只是打算收刮一下 东部的一些食品 不过我看这边房子都不大 顺便派了一个小队 去东边的地图块远增 远增的小队报告了一件可怕的事 他们看到感染者正在互相吞噬 然后 呃 他们那边貌似打起来了 希望安全吧 马上晚上了 赶紧准备回家了 呀 不小心点错了 完蛋 小队下车可还行 这咋上车啊 呵 感染者还冒出来了 我正在琢磨怎么让这个小队重新上车呢 突然发现家里被围了 好家伙 这是天要亡我呀 这么多 我这边只有一个小队啊 大家赶紧撤 希望家里能撑得住吧 仓库坠不进打 直接没了 皮卡回来了 先拉一波 看看能不能把这些感染者给拉出来 伤害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接进房子防御吧 防御塔几乎全没了 这一波亏大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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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的地图块如果搜刮完 要去更远的地方需要的时间就更多了 营地现在各方面还没实现这里分身 未来几天应该就要把重点放在营地建造上 该有的工厂都得造出来了 小队继继续远真 小队继续远真 到那时营地的人都要开始选东西了 好了 那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